系统程式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的是行程 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首先会介绍什么东西是行程 然后接下来会介绍一个行程在执行的时候 它有所谓的环境变数 这些环境变数要怎么样把它读出来 紧接着的要介绍的是 程式码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册的一些函数的呼叫 那我们要怎样去注册 最后我们所要介绍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控制一个行程它的优先权 它的另外一个在多核心里面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行程 可以在某个核心上面做执行 那我们先来介绍什么是行程 那在行程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地方 左边的地方的话是一个指行档的档案格式 这个执行档最后会把它整个映射到右手边这边来 整个把映射过来 那接下来呢 作业系统会配置堆叠 然后从底下这里有一个BRK这条线 那BRK这条线最主要就是Maylock 会从这个地方拿到一些记忆体 Maylock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小的一个记忆体的话 那我们就是从那个BRK这个地方拿到这一部分的记忆体 那如果说我们配置比较大的记忆体的话 那我们会用Map来拿到这个记忆体 那中间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属于在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函数库会在这一块 像我们的LabC系函数库就会在这一块 那大部分的Library都会在中间这一块 它刚好是在Stack跟Heap中间的这一块 好那什么是形成 就是柜页系统先用一对一的对应的方式 把一个执行档格式像ELF这个执行档格式 将它整个复制到记忆体里面 那紧接着就可以开始执行 作业系统在依照实际的需求 比如说我Maylock就要让Data Session变得比较大 那我如果做很多的函数呼叫 我就要让Stack变得比较大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由我的OS来自动配置 那OS也会自动帮我们做一个连结 跟Library之间做个连结 比如说我们在一般在写C的时候 我都要用到LabC 那LabC的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复打名是一个.so so是SharedObject的缩写 表示说这里面的一些物件 是可以给大家共用的 就像两个人他写的程式 虽然写的程式不一样 但是他是使用同一套函数库 那这个函数库就可以共用 so.sharedObject 它通常位在Stack跟Heap中间的地方 那我们启动一个行程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带上参数 那这些参数就是我们在下一页来介绍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C的写法 前面主程式是main我想大家都了解 后面这个地方的话是ARGC ARGC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执行档在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执行这个执行档叫A.out A.out后面带了多少参数 如果带了4个参数 这个ARGC就会等于4 后面的部分是ARGV ARGV它是里面是一个自串阵列 这自串阵列从0开始 一直到4 刚刚举的例子有4个参数 0带到4 那第0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0个参数就是我执行档本身 那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 比如后面我们会再做介绍 就有Pipe的地方 你把好几个程式把它串接在一起 就好像蜈蚣一样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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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Pipe 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对某个程式进行除错的时候 如果那个程式在印出一些错误讯息的时候 前面可以加上执行档的档名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在这一连串的 Pipe当中到底是哪个环节发生错误 这是我们一个刚刚的那个程式的一个执行结果 那我就echo 那我这个程式就有echo 然后后面有三个参数 那我就把这些参数全部印出来 从0印到3 0就是执行档本身 你可以看到是点一匹echo 那后面就有再接上三个参数 好本小节到这里告一段落